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之前小萌为了抽跑车弄了很多武器配方 但玩了一会就说不想玩了 然后我偷偷上他号把装备卖了一大半 赚了很多金条所以拿他一点不过分吧 我也不贪心就拿了200万而已 嘿嘿咱们也是有金条的人了 很早之前就想要进阶职业了 小小的20万还想把我拿住了 可惜我的等级不够只能升一级 生命值低于60增加3%的伤害 实力提升一点拿到幸运之星的机会就大点 到了这么久副本说什么随机选择都是骗人的 只要输出第一幸运之星肯定是你 反正我到现在都没看到 有人第二拿了幸运之星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周的战绩 三个走本全是幸运之星 但也不如人家混只好 好歹别人还拿了一个蓝色配件 风姐至少能拿到十个材料 我这个范利打输出的难免先别人不要的 这个幸运之星除了每日副本还有点用处 能暂停多几个机械材料 不设高效还有7分钟就结束了 我被挤到了白银 只要过了145我就可以当个黄金斩 差距很大就算了 差一关必须要拼一下 这关其实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很大 我也没必要查攻略去卡boss 直接硬钢就行了 打到只剩下一格区后我才发现不对劲 我的护甲和护盾则没耐久了 我留了60耐久没想到还是不够用 可惜了差一点点就能升到黄金 来加一场买点装备心疼我的金条 一个普普通通的护盾就要我10万 平时都是六七万现在涨了这么多 咬咬咬把它买了亏点就亏点吧 好家伙一个四星金贵就要我14万 平时一个8万都没得买现在涨了一倍 不买了等高效过去低点再买 虽然咱们现在荷包股了 但也不能随便乱花 黄金也就多几十长夜早知道不打了 害我现在连个熔岩蜜枯都打不了 没办法只能穿着白衣打白素了 这次脆了点但可以让队友去扛伤害 咱们躲在后面打输出就行了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